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1964年7月8日 灵雪在天津树生 当时正值高温时节 灵雪的母亲分娩时难产 又累又热满头大汗 她的父亲和家人自然也是急得一头汗水 结果出身之后 家里人却给她起了个灵雪的名字 跟夏天格格不入 彼时的灵家正值昌盛时期 灵雪祖父是印尼华侨 父亲则是高级工程师 含着金汤池出身的灵雪 在那个年代过得无忧无虑 据说她家住的是大洋楼 用仆人服饰客厅里能骑单车 不过俗话说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哄 后来灵家的生意出了岔子 家到中落 14岁的懵懂的灵雪就这么跟着父母偷渡去了香港讨生活 豪宅是别想住了 灵雪一家人都挤在不足10平米的零食木屋里 没水没电 闷热潮湿不说 晚上睡觉时 还时常有虫子飞到脸上 这个富二代从锦衣玉石之家 一下子从天堂跌入平民窟 她能适应吗 不适应 一方面是由于不会粤语 跟别人交流困难的同时 还受到别人的排挤和轻视 另一方面 家里连生活都要靠亲戚接济 更别提让灵雪读书了 于是这个原本的富二代就不得不放下身段 去做工人 做苦力 在家具厂当木工学徒 在码头当搬运工 卖水果 在街头打散工 难免要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 在电影《黑社会》当中 张家辉饰演的角色为了卖狠 把陶瓷汤勺碾碎了 一口全吞了进去 这段情节就来源于林雪早年的真实经历 当年她得罪了真正的黑社会 被人家按着头吃了个汤勺 除了杀人放火 什么我都干过了 但这个曾经的富二代 并没有完全改掉自己身上 无所事事 有所好闲的毛病 这就为她和林正英交恶 埋下了伏笔 林正英师从粉菊花 本来作为李小龙的武术指导 但是李小龙去世之后 又加入了洪家班 当时《僵尸片》系列还未拍摄 林正英主要从事幕后工作 同时也担任提拔培养 年轻龙虎武师的工作 一次洪家班的一名弟子 在台球室被人打了 林正英带人去讨说法 去到一看 打人者正是林雪 她不仅拒不道歉 而且还仗着人多示众 特别嚣张 林正英哭口婆心的劝她 你别老在这里混了 虽然现在还年轻 但你想一辈子都这样吗 不如做点震惊事吧 你以为林正英一番话 就能让林雪迷途知返 并没有 林雪虽然答应林正英改邪归正 加入了剧组 但是她却并不愿意拍戏 当时林正英和洪金宝 正在抽拍人下人 人下鬼的恐怖片 让她去演死尸 她不干 不当演员做什么呢 场务 负责演员的盒饭打杂 帮忙搬东西等等 活都是由林雪干 事实证明 林正英的眼光没错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林雪 当其场务来是德行应手 然而 当初混社会留下的暴脾气 可没有因为一份工作而改变 一方面林雪可以一天跑好几个剧组 那位明昔工作人员喜欢吃什么口味 她心里门清 能把人家伺候的舒舒服服 业务能力强悍 林雪甚至骄傲地放话说 半个香港的娱乐圈都能指望 她才能吃上口 热乎饭 而另一方面 林雪还是个火爆性格 对她脾气的人 她能诚心诚意地照顾 她看不顺眼地连搭理都懒得搭理 比如当年拍《破坏之王》时 周星驰一时兴起 想吃西柚 结果林雪跑了好几家水果店都没有买着 只能打电话求助朋友了 朋友乐乐水果店没有 光二爷的工作上就有很多 有胆子就去吃 要知道光二爷在香港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跟别提林雪还是混过社会的人 最后为了周星驰 林雪二话不说 还真从光二爷的嘴里夺了石 而靠着拍僵尸片 专演倒霉蛋走红的楼南光 林雪看她就不顺眼 她当时拍戏指明要吃扣肉饭 结果林雪破口大骂 扣肉饭没有 时时就有的你吃 就因为这种火爆脾气 还给了周星驰一创作灵感 喜剧之王中吴梦达出演的那个 凶悍场物 就是当年林雪的生动再现 这种鲜明的性格 倒是很对周星驰的脾气 所以在周星驰的作品 破坏之王 回魂夜 石神等电影中 都有林雪的生扬 在做厂屋的过程中 林雪对摄像机是没有一点的惧怕感 她也渐渐萌生了个 想当真正演员的梦想 有时候空闲 她就爱抓着人家演员的剧本 反复琢磨 渐渐就领悟了一些东西 觉得自己也能演好戏了 然而不是科班出身 文化水平也很低的林雪 从厂屋到演员 这条路 她走得相当艰难 除了那些一闪而过的龙套 林雪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角色 应该是1992年 在力王之中 她不光演了个小罗罗 最后监狱长变身之后 那个丑陋的魔鬼精肉人 也是林雪亲自上场的 为了演好这个替身 林雪要在全身抹上胶水 顶着三四十度的高温 泡上皮套一场戏几个小时 都不能喝水 不能上厕所 其中有一场绞肉机的戏 大水池中用的都是真的 猪肉牛肉 由于气温高都已经发臭了 但林雪任是在里面泡了六个小时 而林雪的成功 离不开她人生中的最大贵人 导演杜琪峰 其实早在1986年拍电影 开心鬼撞鬼的时候 林雪就结识了杜琪峰 当时她请求杜琪峰给自己小角色 然而杜琪峰也是个有脾气的主 她直接回绝 场务都没干好 就想着演 See你也太不专业了 没办法 林雪就继续当场务 有一回杜琪峰要拍公路戏 结果大马路上车来车往 老是拍不成 林雪一发狠 直接往马路中间一逃 盯着司机们的骂声 终于帮助剧组成功拍完 她也因此被杜琪峰刮目相看 放下扫把演戏 脱下戏服演戏 林雪的身份就在场物和笼套之间来回转换 直到1998年 林雪已经34岁了 在片场干活的时候 一不小心中了鼠 虽然林雪很快就恢复 但杜琪峰却暗暗记下了 她把老伙计林雪叫到面前 宇宙心长地说 你年纪越来越大 身体拼不动了 这样下去也不行 不如以后就专心当个演员吧 林雪等着 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 自然是满口答应 童年她就在非常突然中出演 跟影帝刘青云演对手戏 结果一个片段下来 杜琪峰一看成片 林雪这条发挥很出色 反倒是刘青云不行 得重新拍 1999年杜琪峰抽拍电影 再见阿朗 当时资金不到位 林雪知道了主动请英 大方表示 只要杜岛给个盒饭吃就行了 最后还真的是零片抽出演 在这部电影里林雪有个镜头 要被别人扒光衣服 绑在大马路上 本来想找个人少的马路 赶紧拍完了事 结果当时正好赶上圣诞节 路上行人抓堆 这下林雪可出了 想让导演给自己搞个道具 啥的挡一下 也不知道杜琪峰 是不是故意整她 直接破口大骂 贴个屁 谁有时间看你啊 最后林雪只能豁出去了 就这么献出了自己 白白胖胖的娇区 她后来提起还信心的说 还好当时年轻 皮肤白白嫩嫩的 也算是没吓坏路人 杜琪峰却只有一句话 林雪你屁股上有个窗 记得去看一下 此后的林雪 在配角这条路上 一去不复法案 越走越敞亮 黑白江湖 神探 望角黑夜等等 这些经典港片中 都有肥雪的身影 只要她一出镜 那骨子地道的港片味就有了 最让观众熟悉的 可能还是 林雪在功夫里演的 斧头帮头目 那句经典的 谁扔的炮仗光凭台词 就能让人任惧不惊 而在电影放逐之中 有一场戏是林雪 帮主演吴振宇 黄秋生他们搬家 结果因为林雪体型太大 每次过楼梯时都要N机 吴振宇调侃林雪 你行不行呀 来来回回搬了好几遍 好累呀 要不要我帮你一把 林雪没怎么想便同意 行啊 你拍戏的时候帮我 结果等到开机的时候 吴振宇二话不说 一脚把林雪踹下了楼梯 林雪刚要发飙 导演杜琪峰先乐乐 立马喊道 完成停机 这熟练的动作 真让人怀疑 他们是不是串通好了 坑林雪一把 最让人心寒的是 最后这一条 也没有放在正片里 合作了这么多年 杜琪峰对林雪 这位老伙计的评价是 情能不拙 随着香港电影 《走下坡路》 曾经的大导演杜琪峰 周星驰 接连弹出影坛 林雪再也没有掀起大风大浪 但只要在荧幕上 看到她的身影 就好像看到了 曾经的香港江湖 林雪曾说 我永远不会丢杜琪峰的脸 是啊 这是他们老一辈 艺人的职业操守 就算电影世界里 只有一个小角落属于你 你就是拥有了整个世界 林雪在香港站稳脚跟之后 回过几次天津 尽管最开始的时候 她只是一个剧组的场务 但是街坊邻居对她依旧不错 她的初恋正是其中一个老街坊的女儿 用林雪自己的话说 回乡下 见她一年 晾过一年 眼大大 鼻挺挺 蛮有福气 就想娶她做老婆 可惜的是 当时的她太穷 直到林雪32岁那一年 林雪才将她接到香港 两人相处结婚 我教她西餐礼仪 怎样用刀叉 她才知道 我不是完全没文化 其痴情如私 而今 林雪已经57岁了 纵管她的大半生 从富家少爷到街头混混 再到配角影帝 林雪见证了香港电影的超气超落 香港电影也正是因为有了林雪 这道亮丽的风景线而更加美丽 她这辈子的梦想就是能当个主角 尽情泼洒自己的演技 而在当配角的这些年 她也时常默念刘青云送给自己的话 就算电影世界里只有一个角落属于你 你也算拥有了整个世界 无论如何胖胖的林雪 已经活成了一个时代观众心底的回忆 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 香港电影里最美的风景线 那就是我林雪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 你们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车点栏目